哥林多后书第三章 我们岂是又举荐自己吗 岂向别人用人的贱信给你们 或用你们的贱信给人吗 你们就是我们的贱信 写在我们的心里 被众人所知道所念诵的 你们明显是基督的信 借着我们修成的 不是用墨写的 乃是用永生神的灵写的 不是写在死板上 乃是写在心板上 我们因基督 所以在神面前 才有这样的信心 并不是我们凭自己 能承担什么事 我们所能承担的 乃是出于神 他叫我们能承担 这新约的执事 不是凭着字句 乃是凭着经义 因为那字句 是叫人使经义 是叫人活 那用字刻在石头上 属死的执事 尚且有荣光 甚至以色列人 以摩西面上的荣光 不能定睛看他的脸 这荣光 原是渐渐退去的 何况 那属灵的执事 岂不更有荣光吗 若是定罪的执事 有荣光 那称义的执事 荣光 就越发大了 那从前有荣光的 因这极大的荣光 就算不得有荣光了 若那废掉的有荣光 这长存的 就更有荣光了 我们既有这样的盼望 就大胆讲说 不像摩西 将帕子蒙在脸上 叫以色列人 不能定睛看到 那将废者的结局 但他们的心地刚硬 直到今日 颂读旧约的时候 这帕子还没有接去 这帕子在基督里 已经废去了 然而直到今日 每逢颂读摩西书的时候 帕子还在他们心上 但他们的心 几时归向主 帕子就几时除去了 主就是那灵 主的灵在哪里 那里就得以自由 我们众人既然敞了脸 得以看见主的荣光 好像从镜子里返照 就变成主的形状 荣上加荣 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